我們下一個提案是丁智仁老師的提案 等一下準備一下 我要先講數位中介法 我們正在打數位中介法的共筆 數位中介法的共筆就是 就是啊 最近通過了數位中介法 大家知道吧 沒有通過了 對不起 最近正在 我們要 對不起 假新聞 我們要 聽黨的共筆 這樣我們就有足夠好的資料來源 可以去比較事實跟其他網友 比如說我剛剛發佈了假的評論等等 我們將來這樣子比較有效率的可以去解決 就是這個 8月28號說明會 那現在還正在沒有通過 正在 正在 正在打 就是主字稿 然後會以CC的方式 讓大家都可以使用 一起來打 就是 可不可以在講聊天機器人 就是今天 好可怕哦 右邊是QR Code 左邊是 左邊是今天的那個 好 第一個是在說什麼呢 第一個在說 AGE的效應和免疫 免疫風暴 會導致就是我們 身體對於疫苗會有抗藥性 但這件事情其實是個錯誤訊息 但是實際上 我們的爸爸媽媽 群組裡面的時候都是這樣恐怖的訊息 還有什麼呢 還有啊 這個其實最早在2018年 或者是2017年 我們就有這類的訊息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了 柬埔寨投資來一單30萬 每月配息 每半年分後 兩個月 兩年之後拿回你的本金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這麼好賺我要去賺 好 再來就是 在LINE的群組裡 不是LINE的群組啊 他會說 我是LINE上面的老師 然後我可以幫助你治療 多腦卵巢 症核症 然後被放瘦肚子 瘦腿瘦 瘦全身 綜合性調理 你的標準就是減15公斤 怎麼可能 我根本不用這麼堅定啊 這類的錯誤訊息 我們要對抗假訊息 就要保護我們的家人 你很聰明他們可能會被騙 真的假的 讓他們加入到你的聊天群組裡面 讓機器人解決所有的錯誤訊息 這個聊天機器人呢 可以大家一起面對 那如果你要想查的訊息 你就可以交給聊天機器人 他會告訴你啊 誒 有沒有人查過啊 那機器人之所以知道會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超大的資料 呃 裡面呢就超級多東西嘛 那它就出現在網站上 我們就可以起來寫回應啊 然後我們超過超級多訊息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是用API啊 然後這些都是可以開放的 呃 我們今天想要拜託大家 我們一起到網站裡面 就是幫忙按讚啊 寫回應啊 然後寫一些新的訊息 可以幫助其他人 那此外呢 我們也需要找 呃 no.js 跟re-i.js 工程師 我們準備了一些 google first issue 就是可以在一個下午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然後可以比如說 像是網站登錄的問題啊 然後什麼畫面上的問題啊 然後寫的不是很好的切板 都希望可以幫忙大家 徵求re-i.js 工程師 用 呃 把大家變得更好 謝謝 感謝比琳 那我們就請定 明天見